另外是社會消息 台灣治安有這麼差嗎 桃園跟新北市兩地12號的凌晨 分別傳出了槍響 曾經被黑人包圍的茶行 是被人連開了七槍來威嚇 另外是一家燒烤店的老闆 在門口休息 他就突然聽到了 然後右腳掌就傳來一陣巨痛 原來中彈了 民眾感嘆啊 台灣黑槍何其多 司法機關到底在幹嘛呢 拿水桶往地上潑水 用拖把賣力洗地 卻來不及掩飾鮮紅的血跡 12號凌晨 烤烤店的員工正準備打烊 在收拾桌椅 老闆和熟客坐在店門口聊天 沒想到卻突然中彈 中彈的老闆一度攻撑 看到隔壁酒吧有人打架 聽到蹦的一聲之後 就突然覺得腳掌疼痛 低頭一看竟然鮮血直流 疑似遭榴彈波及 線號送音並沒有大礙 但警方調閱監視器畫面發現 是一輛潛色轎車停在燒烤店外 就發生槍擊案 懷疑老闆因為糾紛結怨 遭人報復 遭攻擊的燒烤店 老闆娘曾經對著書記官嗆瞎 因為被指控涉嫌違法吸金 要民眾投資插股 但卻從來沒有分紅 被害人覺得受騙上門討錢 反倒被威脅 燒烤達人揭發惡行 卻被痛歐眼睛差點失明 這回老闆疑似又遭到歹徒埋伏開槍 恐怕和金錢糾紛脫不了關係 只是台北市才剛發生 醫師娘遭搶劫被殺成重傷 三天之後萬華又有女游民 闖入民宅刺傷女屋主 隔天新北市也傳出槍響 一週連續三起重大刑案 雙北治安敗壞 要民眾怎麼安心 記者中不倒